今天非常巧 你看这个彩虹 双彩虹有没有看到 双彩虹 一个淡一点 一个深一点 哇好漂亮 我刚才一路走开过来 路上就看得非常清楚 然后同时我最重要我想 今天刚好彩虹再加上这个涂鸦 我想一起拍 这个角度最好整个彩虹都看到了 非常漂亮 非常壮观 当时在路上的时候 其实是两个彩虹 两道彩虹 现在只能看到一道 然后当时看到的是 路上看到的更大一点 好了 我们现在不讲彩虹了 我们来看这个涂鸦 那这是一个community center 好像正好有一个涂鸦 这个涂鸦是中国的龙 不是就西方的龙 是中国的龙 这是在Montre Park的George Elder Communication 这是老年的活动中心吧 社区活动中心 那这个应该是这个涂鸦的作者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龙 非常大 这是这就属于跟那个之前我拍的那些很不一样 这个是属于一个 它这个community center的一个官方 专门请人画的而且画的比较工整 不是那种涂鸦式的不是那种就是 是图的就比较自由和大胆的 这是比较工整的一个 其实因为这Montre Park都是华人为主嘛 亚裔为主 所以这个画的龙是有这样的寓意的 这个应该是作者 LA 什么 D 这个看不出来 那这个龙的话也是比较卡通 比较喜庆 是属于以前农年的邮票 好像有类似这样的风格的龙 当然不是这种长的形状的 就是这个颜色各方面都是中国的那种 比较有点中国的民族民间的那种 艺术的这种感觉 颜色也是比较喜庆 橙色啊黄色 那彩虹还在这个后面非常好 这个应该叫壁画不叫涂鸦 今天突然下雨 所以这个今天像黄昏这个颜色也非常漂亮 天空的颜色也非常漂亮 我这次来补养的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是非常漂亮的 很漂亮的 我这种感觉是很漂亮的 其实是非常漂亮的 我这种感觉是非常漂亮的 也很漂亮的